台中市长林佳龙可能以七千多万买下台中豪宅网游巨大横 国民党发言人台中市北吞区市议员参选人黄建豪 今天在脸书上表示 以林佳龙购买的价格约七千一百六十八万元来计算 社会新鲜人两万八千元的月薪 想要与市长做邻居 要不吃不喝两百年才有办法 即使是一般台中市民也要不吃不喝一百八十年才有办法跟市长避临而居 黄建豪指出林佳龙先前在财产申报中多出了一笔土库段的房屋与土地 依据媒体报道几乎可以确定就是紧邻台湾美术馆的豪宅游巨大横 黄建豪说游巨大横每瓶单价高达六十四万元 一百一十二坪总价约为七千一百六十八万元 加上申报的一点二七亿存款 与市值一点四四亿的股票 夫妇总资产至少高达三亿元 对会拼经济的市长林佳龙真是当仁不让 对比林佳龙市长 从租屋族转变为豪宅主人花了十三年 那一般台中市民想要跟市长一样 从租屋族落脚台中究竟要花几年呢 黄建豪指出根据劳动部一百零七年一月最新调查资料显示 台中市有三个最低平均月薪为三万三千五百八十七元 为六兜中最低大学毕业的社会新鲜人 平均薪资为两万八千零三十六元 为六兜中最低台中市民的住宅自有率 百分之八十六点零五更是全国最低 黄建豪说 即使不想跟最会拼经济的市长 避临而居 依据房仲业者统计 北屯区的平均房价也已经来到每平二十万元 一般台中市民想要在北屯区购买一户一百一十二平的房子 也必须要不吃不喝五十七年 黄建豪说 林佳龙市长说买房子住的温暖幸福最重要 也曾有媒体报道 市长的新家是一座可以过滤下午二点五 组绝空气污染的建筑 作为一个空污之斗的市民 我们期望林佳龙在干净的住家中府看台中市的时候 能够突破埋海 看到在空气污染中为生计奔波的台中市民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住的温暖幸福 国民党发言人台中市北屯区市议员参选人黄建豪 今天在脸书上表示 以林佳龙购买的价格约七千一百六十八万元来计算 社会新鲜人两万八千元的月薪 想要与市长做邻居 要不吃不喝两百年才有办法 图黄建豪提供分享